一講到芭樂王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 很漂亮 你看 這隨便拍 手機拍就是這麼的 一個漂亮 人間仙境 你去到那邊以後 你就覺得心情變得好好的對不對 而且那個海水難到這種程度 而這邊的重點 如果你喜歡潛水 因為我是去那邊潛水 只要它有一個叫做 妳會潛水 對啊 我有執照的 對 只有海水 因為你外型看起來不像潛水派 這個叫做山谷花園 有沒有 這個水非常的淺 而且你就可以看到 這麼漂亮的一個畫面 而且 都是很漂亮 你會覺得 有沒有看到這個很難看到 但是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看到這個海蛇的話 雖然很漂亮 但是趕快 這隻海鮮看起來 非常的足 對啊 看起來都好好吃 重點是非常漂亮 有沒有像 這個東西真的你看到 盡量趕快離開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覺得它很漂亮 就想要去追它 你說左邊這隻要離開 這個這一隻 對 很多人想要去追它 它非常的毒 毒性非常的強 所以這個要學習 這個地方 它你進去看了以後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直游到這裡面 一般來講的話 你是不能進去 可是還有一個特殊就是 它裡面會有 它是要雙生湖 它裡面還有一個湖 湖中有湖 而且 對 海中有一個島 島中有一個湖的一個概念 夢中夢的意思 夢中夢 然後你進去看了以後 你會覺得很訝異的一件事就是 它裡面這一個湖是淡水湖 可是剛剛那個是 在大海裡面 所以外面是海水 裡面是淡水 所以你拍看到 你是有嘗過嗎 就是到 本來是海水 對 到淡水 把它養成這樣 對 為了證明是海中的湖 不會啦 因為海魚跟淡水魚 那個截然不同 你到了淡水區 你就會看到無國魚 那就代表來到淡水區了 真的啊 還會看到紅龍 對 對 個人比較喜歡就是 入境水俗到當地去 吃他們當地的這些東西 非常的便宜在那邊 而且它最有名的就是什麼 你要吃它的摩摩渣渣 它的摩渣渣 跟一般我們吃的不一樣 它上面加的是起司 它有加辣椒的 對 它有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口味 跟我們的口感 吃起來你就覺得很訝異 是不是 對啊 一般吃到的東南亞都是這樣 可是只有來到 菲律賓這邊吃到的不同 因為它畢竟是個海島 所以你來這邊吃什麼 有沒有看到 它的海鮮 海鮮超好玩 然後你去潛水 它中午就準備這麼多的螃蟹 隨便你吃 吃到飽 對不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你整個過年下來的話 心情會變得非常好 這個不吃你絕對會後悔 因為它是世界排名第二 全世界最恐怖的食物 它上面這個叫做樹蟲 這個叫做樹蟲 就是那時候全世界最噁心的 超可惡的 這是生吃嗎 還是煮 生吃 對 有沒有 它就是沾了那個 芥末 沒有 它沾了那個 就是檸檬 檸檬汁這樣滑一下 然後吃下去 你有吃過嗎 有 吃就我在吃 怎麼長得像小鐘哥 那個照片 我以為你用愛王客的照片 那個吃下去類似什麼味道 吃下去其實有點像生蠔 就像芥末間的那個芥末一樣 套稱我們巴拉旺菲律賓的 男人的救星在這邊 所以大部分的人 一定要想辦法去吃吃看看 所以我們去吃了這個東西 補充蛋白質 補充蛋白質 所以吃了有 有重陽的效果 有 非常厲害 那你應該 挖起來回來送我 不好意思 這個叫做鴨仔蛋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他們吃一定 他們的比越南還好 越南的是連毛都要長出來一半的 可是這邊是沒有 這邊是只有看到整個胚胎 他就沾一點鹽巴吃 可是來到這邊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 那麼噁心跟恐怖 我那時候也是很害怕 可是我吃了一口 妳在越南吃嗎 還是 因為越南的腥味很重 我吃一口就吐出來 那鴨仔蛋因為你無法 從那個外表來判斷 那個鴨也長到什麼時候 對 他沒有辦法 我剛好選到那個有毛的 對 有時候你是敲破的時候 他突然那個嘴冒出來 很可怕 真的啦 你不要想說 挑戰好像刮刮的 真的啦 可一破那個嘴就 吐出來 刮刮刮 因為你外表無法判斷 因為你外表無法判斷